酒後開車造成無辜家庭破碎 近年來多起重大酒駕事件 引起社會憤怒 二十四號立法院臨時會 三讀通過最新修法 這次修法包含累犯定義更嚴格 從五年改為十年 而十年內第二次酒駕 公路主管機關得公布姓名 照片以及違法事實 同車乘客連坐處分 也從現行最高的三千元 提高到最高一萬五千元 還有酒駕者重新考領駕照 必須申請登記有酒精所的車輛 如果未一規定申請 罰還從現行六千到一萬兩千元 提高到六萬至十二萬元 而酒駕就算衛照式 行度也提高到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病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要是致人與死或重傷 無論出犯或再犯 雖然現行的三到十年有期徒刑 行度不變 但原本無病科罰金規定 現在增訂得病科罰金 一百萬到三百萬元 的確是修法的這個幅度還是不夠 說他們現在就是不准 不准醫科罰金 最少有一百六十六個酒駕者 要留在監獄裡面過年 他沒喝酒的時候知道法律很嚴 喝了酒的時候呢 就算法律要判死刑 他都忘了 喝醉酒的人失去理智 跟動物差不多 在身邊的人 能夠做好遏止的責任 這個是加重社會制約 有在党立委認為 修法後刑度依然不夠重 但法律有比例原則 行政院日前也公佈七大道安 精進要點 要求在益科罰金 以及假釋條件兩方面 從嚴認定 希望有效遏止酒駕 別讓漢事再發生 三十九里請周慧起得到